Hello, 畢記圖 今天要再跟大家詳細研究 世界大學排名榜 2023年出座 麻省理工跌官 香港大學跌出了亞洲三甲 這些數字是有代表性的 QS早前公佈 2023年世界排名 是以什麼做基準 首先跟大家說 學術聲譽40% 僱主聲譽10% 學生師生比例20% 論文引用率20% 國際教師比例5% 國際留學生比例5% 等六大範疇做這個評分的基準 參考了 十五萬名學者和十萬名僱主的意見 以及統計了論文應用的次數 國際教師的人數的比例 以及分析了全球超過一千五百間大學 計算他們的綜合評分得出來的排名 第一是實至名規格 這四個字要給他 為什麼是連續十一年由美共麻省理工奪得 劍橋大學教去年上升 一位成為第二 史丹福 就是維持不變第三 亞洲地區 新加坡國立大學 穩佔第一 本港有七間大學都上名的 但是整體的排名都下跌 那就知道 其實香港就真的已經敲響了警衆了 好了 世界大學排名 第一 美國麻省理工100 英國劍橋98.8 美國史丹福98.5 英國牛津大學98.4 美國哈佛97.6 美國加州理工97 英國這個 倫敦帝國學院 同分內都是97 第八排名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95 瑞士的 是93.8 美國的芝加多大學 是93.2 這是前十大 第十一 新加坡國立大學92.7 中國北京大學91.3 美國賓州大學90.6 中國清華大學90.1 英國愛丁堡大學89.5 跟著瑞士的Polytechnic就是89.2 現在已經開始跌下去了 美國耶魯大學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都是89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是19 88.4 美國的康內爾大學是87.2 講到這裏21 香港大學總體評分是87分 23 東京大學是85.3 跟著一路數下去了 南韓首爾大學去到29 82.2 跟著香港中文大學去到38位 就是80.6 不過你ID tools presidente troops of Tim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科大自大學 後就都看不到 長時間訂閱 到59位的選兒是澳洲 60位的選上法國大學 亞洲排名2023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新加坡第一 北京大學第二 亞洲地區有十名大學均由東南亞的大學不同的地區 多半是來自中國的 聽聽吧 新加坡國立大學 北京這個北京大學 接著就是這個 清華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新加坡南洋大學 這些都是叮噹碼頭 第九位要講講 就是馬來西亞大學 第八位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韓 十一是東京大學 十二是香港中文大學 接著一路數下去 我都想看一下 去到二十日本東京工業大學 二十一日本大阪大學 二十二日本東北大學 二十三 二十三就是香港城市大學 標了上來 這個香港理工大學排到二十六了 是啊 所以其實實際上有很多間中香港的大學 是在榜上有名的 在亞洲 有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科大 城大 理大 不過 浸大都在亞洲排前一百 但是整體是下降趨勢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香港有些什麼優勢 現在的優勢比其他亞洲各國 上得來很快啊 人家 我們是不是要想想辦法啊